书节上回 在抢过电话嘲讽一番雷公子之后 逆琳又能否活命呢 看 按道事情不妙的King Kong 一时一拳就朝他轰了过来 你老板现在一定气得爆炸呀 我看你还笑不笑的出声 只听到碰的一声 刚刚几乎已经用尽了全身力气的逆琳 就被一拳轰打在了地面上 给我将他劈成九段 King Kong一声令下 两个吃刀小弟便是直接奔着逆琳就冲了上来 死在这样的垃圾手上 我真的是不甘心哪 虽说一时没有了多少力气 但仅凭这种小看了蜜就想解决逆琳 还真是不可能呀 骂的连个残废都解决不了 给我撕开 小子 你他妈的大仙斗了 King Kong的刀势是又快又急 看这形势 身处刀口之线的逆琳 着实已是再难脱身 而就在逆琳以为即将被劈成凉拌之际 一股强烈的气势便是猛然而至 只听到当愣的一声 King Kong这个庞然大卧 就已被震退了数米之源 及时赶来救驾的 就正是龙城邦的战神 陈洛军 那么陈洛军又是如何找到逆琳所在的地点呢 那便要追溯回几日前的时空了呀 几天前才刚刚回港不久的陈洛军 还未对天一忙做出扫荡之事 便也在暗地里进行起了营救逆琳的计划 这天的送人节才刚刚打开自己的家门 便发现陈洛军就正坐在自己家中 终于回来了 等你好久了 陈 陈洛军 你怎么会在我的屋子里 我的老婆偷孩子呢 不用那么紧张 坐下来慢慢谈吧 你想怎样 我想怎样你不是应该很清楚吗 你想见你的老婆和孩子 可以 那现在就告诉我逆琳在哪 那件事是雷公子搞出来的 同我无关 我真的不知道他将逆琳藏在哪了呀 不知道吗 好啊 那你这辈子都别想再激荡你的老婆孩子了 他是在吓我的 龙城邦做事一向都很人意 绝不会干出那种随事 宋仁街想的倒是不错 但非常实气 肯定是要用一些非常手段的 不要以为我不会做随事 我以前跟大老板的时候 跟随的事情我都能做得出来 雷公子搞得我的大儿子无法出事 这口大锅 你是想帮他扛来的吗 你不要乱来啊 别废话了 我见不到你 你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你的老婆与孩子了 我都同你讲了 我不知道雷公子家你那藏在哪 那你就等着无子送终吧 陈老俊 你是不是非要玩这么大 是 现在我龙城邦玩不起吗 我 我是想要钱财同雷公子合作的 没有想到 他竟会玩得这么大 他一直都当我是传声筒 还有 别看他总是找我出面搞这搞那 其实他一点都不信我 又怎么会将你灵的位置告诉我呢 好 我就当你真不知道 不过你同雷公子是同一条船上的 那么是不是讲两句话就可以成功甩锅 这次我真没骗你 我是真的不知道 你灵被藏在哪了呀 你杀了我 我 我也不知道啊 既然你同雷公子的关系 是建立于利益上 OK 我就给你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我要你做回最在行的事 二无仔 宋人杰最后算计 又怎会不知 陈洛军是在打什么主意 陈洛军是想让我做他的一条针 在雷公子身上查到逆林的下落 可一旦被雷公子知道我出卖他 那可真是连命都没了 但不帮他的话 那老婆同孩子就不知会怎样了 不过有危就有机 在雷公子身边 就等同与羽狼通行 不知哪天他便会发疯的摇我一口 况且那个杂碎 好像连我的字头都要吞没 完全都没有理过我的感受 好 你做厨艺我就做十五 是你逼我的 陈洛军 先小人后君子 我做的二无仔就再也没得回头了 所以这次无论如何 你都要打爆雷公子 还有 完成这件事之后 你要保证不会再搞天一蒙 如果OK的话 那就能继续的谈下去 你还要分装弦 谈不谈得下去是我话事 我也完全不需要同你讲条件 陈洛军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 压得宋仁杰根本就不知该如何回应 你叫我出卖雷公子 之后又不保我的字头 那这件事要怎么谈下去啊 你要保住整个字头 没问题 那在搞定雷公子之后 天一蒙就要以龙城邦为首 像堪肠与地盘这些 你都要由我们重新分配 那即使要天一蒙龟变 好 就照你意思 那下一步怎么办 龟变也比被雷公子 整个吞并要好得多呀 所以宋仁杰思考了片刻之后 便是立刻就接受了陈洛军的提议 雷公子连你都信不过 即使只会找真正的亲信 来看着你林了 以我所知 行风 King Kong与关公 都是他最得力的助手 但关公以前 始终是第二个社团的人 他不会进行 而那行风 虽说是他的心腹 却也没有理由 找他来做这种事 所以如果我没有估错的话 应该是由King Kong来看管你林 你尽快约King Kong出来 我要在他的身上 查出你林的位置 当晚宋仁杰便相约King Kong宵夜 地点便是相高宅区的某大排档 杰哥怎么这么好 竟然想着约我出来 不要讲这么多 先搅些吃的了 有没有什么事你不喜欢吃的呀 我什么都吃 不过最近整日都是炒蟹 吃的有些恶蟹 除了这个 其余的都随便来 其实所有的一切 都是由陈洛军于儿记之中 吩咐宋仁杰去这么做的 就比如一坐下便问King Kong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吃的 点完宵夜之后 便要再叫半达啤酒之类的 在多喝几杯之后 便要同King Kong搞头搞放 尽量同他多讲一些自己的事 令他对宋仁杰减轻尽心 至于接下来该怎么做 就不用陈洛军来叫 宋仁杰便可以自己来想办法 套King Kong的话了 而虽说当晚宋仁杰 有始至终都没有问过你林的事 但通过当晚的对话录音 陈洛军于信义 便是分析出了 你林所在的大概位置 整个星期都待在香港仔 却还能吃炒蟹吃到恶心 那就时常时事那里了 香港仔的避风塘 可虽说二人已是猜测出了 你林所在的位置就在香港仔 但避风塘的船只数量重多 哪艘船才是真正的目标呢 陈洛军当晚便是派人跟踪起了King Kong 但他却相当警觉 专严并以不知所踪 之后陈洛军便是对天一盟 做出了大反计 目的便是要雷公子方寸打乱 希望宋仁杰能趁此机会 看出一些断念 然而雷公子却也没露出口风 直至逆临夺去了King Kong的电话 看掉我 你个杂碎 一辈子都别想如愿了 妈的 一个本陈之人都他们搞不定 宋仁杰 即可给我扣人到香港的避风塘 传之号码64 一定不可以被他走掉 当下宋仁杰便是立即通知了 早在避风塘伺机而动的陈洛军 真是无桥不声话呀 若非逆临夺去了King Kong的电话 雷公子也就不会向宋仁杰 说出逆临的所在之处 而陈洛军在附近等待消息 最终这才能及时为尼临 挡下了King Kong的致命一道 是你 不用这么惊讶 你老爸和信仪已经和好 以后龙城一家亲了 哪个敢跟我们 我就要他连鬼都做不成 上次一次敌业 也未能将陈洛军击败 如今一对一 又有多大胜算呢 King Kong一世心中有数 况且 陈洛军如今的气势 已是更胜从前 何为正式对上 便已能够基于对手一股巨大的压力 但倘若就这样被逆临走掉 这个锅 King Kong实在是背不起啊 妈的 死就死吧 骗了 念及之词的King Kong 随即便是挥刀 就朝着陈洛军劈了过去 然而就听到当地一声 陈洛军那上滑的刀锋 就将King Kong手中的钢刀 给直接震落在了地面上 帮忙啊 上 King Kong一声令下 两个吃刀的小弟 瞬间便是向着陈洛军就冲了上去 然而此等角色 在陈洛军的眼中 绝对是连垃圾都不如的 一刀便解决掉这些垃圾之后 陈洛军便是转头看向了King Kong 不要说我不给你们机会 现在我不用到图尼达 金刚看不起我 King Kong见到陈洛军把刀扔掉 便是直接举拳 就朝着陈洛军轰了过去 然而就听到轰的一声 陈洛军那霸道无比的一拳 便是直接就将King Kong的圆壁 给打爆了呀 走了 解决掉King Kong之后 陈洛军拉起逆临 便是朝着出口走了过去 然而才刚刚走到外面 施达便是带着数百小弟走了过来 几百人围着你们两个 陈洛军 你就算有九阳神功也没用啊 这么多人 我陈洛军能混这么久 全凭三样东西 狗狠 义气 还有就是兄弟多 陈洛军的话才刚刚说完 黑平在于暴龙便是带领着一般恶汉 踏入了战场 虽说他们的人数并不及天一蒙的多 但却个个都是骁拥善战 可以以一敌十的战斗机器 不用说 他们就正是来自宝岛格斗节的重两级军团 火而邦了 而与此同时 在另一边 十二少女吉祥也是带领着大批驾驶堂的兵马 大啦啦的走了过来 老大 我真的是好兴奋啊 好久都没有砍过人了 这次终于是可以砍到爽了 当然 如此的场面 绝对是少不了来自地狱的格斗王AV 以及龙城娱乐集团的CEO信一了 出自于不同环境 经历过不同遭遇 因为缘分的羁绊 由互不认识 到结为出生入死的兄弟 又在种种的际遇之下 各散东西流落四方 只要一息尚存 他们的情谊 便永远都不会磨灭 积蓄风浪过后 这些忠肝义胆的生死兄弟 终于再一次地走到一起了呀 陈洛军等人的打击间 及时便要为天一蒙敲降丧终了 吉祥与斥杂的恩怨 也终于是到了解决的时候 形势逆转 在连池多长败上之后 雷公子又到底会使出如何妒忌 来挽回损失呢 下一期的内容绝对是要更加精彩 如果不想错过 还望各位多多地关注与支持